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已經正三小型ABC當中 他鞭纏為6 求第一小題 向來AB 斗手向來AC 第二小題 向來AB 斗手向來BC 怎麼算 來我們慢慢來 我們先看第一小題 求向來AB 斗手向來AC 好 我們先畫一個直角 先畫一個正三小題出來 給我說的啥 他求向來AB 斗手向來AC 這樣行不行 我一直在強調 內積有兩種算法 一種用坐標來算 第二種用長度來算 這題可能用坐標嗎 不可 我們就用什麼長度來算 來 現在AB 斗手向來AC式起 他等於現在AB的斗位值 乘上現在AC的斗位值 乘上cos 所以告訴我現在AB的長度 斗位值就是長度 告訴我這時候斗殘式起6 現在AC的斗位值 斗殘式起6 所以說這時候算帥值起6 乘上cos 告訴我夾角 A AB AC 夾角是這個角 對吧 告訴我這時候夾角是幾度 60度 所以斗打用幾度帶 60度帶 cos 60度四起 二分之一 所以66 36 乘上二分之一 乘起來就四起 是8 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 再看第二小題 AB DOT BC 一樣 我們先畫圖好不好 限量AB DOT 限量BC 這樣行不行 這AB BC 一樣 他等於限量AB的長度 乘上限量B的長度 乘上多少 cos 斗 這樣行不行 那老師問你現在AB的長度是幾 6 現在BC的長度是幾 6 乘上cos 告訴我夾角是幾度 60度 這樣行不行 錯 為什麼夾角不是60度 各位同學 你看這邊來 這時候夾角怎麼看 老師先舉個例子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向量 這樣子畫 接著有一個向量這樣子畫 告訴我這兩個向量夾角是哪一個 就是這一個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把 向量 把這一條 把向量畫這裡來 這條向量 這兩向量基本上大小一樣 翻向也一樣 行不行 我再畫一個向量 我把這向量畫這裡來 這時候你看這兩向量 大小一樣 翻向也一樣 但是你看這兩組是一樣的向量 對不對 這兩組彼此一樣 你看一下 照你這樣畫 這個叫夾角 那這個叫夾角 老師問你這樣合理嗎 所以說 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時候兩組一樣向量 既然夾角不一樣 合理嗎 一個在這邊 一個在這邊 所以說我們在向量 所以說我們在向量裡面 為統一夾角 接到好不好 A B A C 這才叫夾角 這起始點在這 這起始點在這 這兩個起始點有沒有一樣 沒有 所以說這是夾角嗎 不是 那怎麼辦 我一開始強調 我一開始強調 我向量強調 我向量強調是大小 它什麼 方向 位置強不強調 不強調 所以說我把這組向量 往前平移到這裡來 大小一樣 好不好 大小一樣 方向一樣 起始點接到了 這個才叫夾角 這樣你聊角是意思 所以說回頭看這邊 好不好 我先把這清掉 你看這邊 向量A B 向量B C 起始點有一樣嗎 不一樣 這從A出發 這從B出發 一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說這是夾角嗎 不是 所以說把向量A B 好不好 往前方 平移到這裡來 可不可以 這才是的 你看這兩項量 大小一樣 翻向一樣 它是一樣 下那樣行不行 這時候這個地方才是夾角 所以夾角是幾度 120度 這樣行不行 可塞120度是幾 負二分之一 所以說把夾 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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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 這樣行不行 但是這樣算 有一個風險性在 不是每一次算夾角 都這麼好算 好不好 一看就知道120度 所以說有時候 老師會給大家敬意一下 有靠向量A B 做到向量B C 的時候你看一下 它們其實點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這時候A出發 這時候B出發 所以說老師建議你 這時候你可以怎麼做 你先把 向量A B 改成 負的B A 相信不行 B D 其實點有沒有一樣 有 所以說你看 B A B C 好不好 B A B C 所以它可以寫成 現在B A 學位詞 乘上B A CC的學位詞 乘上Cos 所以說告訴我 所以說告訴我 這時候把它帶進去 B A 殘度 B C的殘度 只有47 6 Cos 是打 B A在這 B C在這 告訴我夾角是幾度 60度是直接寫的 所以乘起來談一下自己 不死吧 有沒有一樣 有吧 各位 可以好 麻煩你把這題看一下 好不好 OK B C